最近天气比较热了 一说到这个夏天 我作为厨师就非常害怕 我一下子 因为其实我们在厨房里面炒出来的话 夏天都非常热的 尤其是这种衣服基本上都会被打湿 炒下之后 就直接就本身就没了胃口吃饭了 这就是我们非常喜欢吃的这种饼的东西嘛 今天教大家带来10款这个绝妙小吃 不管你是南方的朋友还是北方的朋友 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个小吃的 本本凉 第一道给大家做一个夏日凉粉 非常非常简单 只需要什么呢 豌豆淀粉和这个水就可以做了 这里是150克的豌豆淀粉 我们直接放入200克的清水 给它搅拌均匀 一定把它刷散 不要有可粒 就像水淀粉一样 把它刷成这种湿滑的状态 不要有这种可粒在里面 剩下800克的水 直接放入这个不锈钢的盆中 盆里千万不要有油 我们先给它加热一下 其实很简单 就像这个扯芡一样 把这个加到60度左右 把芡子倒进来 这样去搅它 冒这种鱼眼泡的时候 有温水之后 我们就开始倒入这个芡 慢慢的这样去搅它 开始的时候它是乳白色的 搅到后面透明状态 它就熟了 这时候火不要关注 开到小火 火不要太大 太大的话 它很容易快速的淋过 你搅转起来 它就会有可粒 找个毛巾 把这个不锈钢盆稳住 右手这样去搅拌它 顺时针方向 好看一下这熟了之后 它就是透明状态的 就是这种透明状态 这个时候锅里它也会开 它会冒泡 这时候我们找个盆给它倒出来 快速给它投两项 这样的话让它尽量 保持一种平的状态 我们找个刮刀 抹点清水 我们在上面给它简单的刮一下 让它更加的平整 好这个时候放在外面 让它自然冷却两个小时 这凉盆放在外面常温 自然放两个小时冷却 不要进冰箱 因为进冰箱它很容易裂口 接下来我们直接给它扣在砧板上 看没有这个胖胖胖胖胖的 凉盆的刮刀 炫着来刮它 我们斜着方向 炫着圈去刮它 非常的长 这时候我们找个玻璃盆 直接在碗里拌就行了 可以少洗一个碗 好 我们加一小勺的盐 白糖来个半勺 生抽来个大半勺 半勺的橙醋 给小勺的蒜 芝麻油 就是香油哈 半勺 然后这个老干妈豆豉 我们一勺 红油我们来小半勺就够了哈 是汤勺 加一小匙红瓜丝 花生米 一定要将用手啊 给它搅拌均匀 但是你捞的时候不要使劲去捞它 因为很容易把这个莲粉弄蛋哈 今天去搂一下 刷一下 哎 巴适得很哦 好 我们再撒上葱花 之前教过大家做一个四川的鸡丝凉面 大家反应比较的难搞 尤其是在家里面不容易操作 那么今天我就主打一个方便快捷 教大家做一个街边小凉面 还是用这种碱水面来做 好 水开以后我们下入这个碱水面 凉面你不要把它煮得太熟 稍微有个八成熟我们就捞出来 怎么去界定呢 其实很简单 有水开后我们下一次水 接着再开再点一次水 点两只水就差不多了 因为凉面你不要把它煮熟 煮熟的话 因为它水有余温 面它自身也有余温 焖一会它会更加就更加的啪更加的熟 哦 差一点点的跑出来了 再点一只水 好 这面煮到这样子就可以了哈 我给大家说最好判断什么 你用筷子 不是用个手筷子夹起来 把面掐断哈 看里面稍微有点白猩猩 它就可以了哈 捞出来沥干水分 给少许的这种熟的菜籽油啊 不要加太多的油 不要成坨就好了哈 快速的将它搅拌开 不要去冲凉水哈 不要去冲凉水 冲过凉水做面就不好吃了 因为这个面它虽然没熟 但是它有余温哈 把它捂一下 刚刚合适 如果你家里有电风扇呢 特别是夏天啊 或者是空调口 我们去吹一下 这样是最好的 让它快速的降温 接下来我们拌一下这个凉面哈 下来这个提前胆瘦的这个绿豆芽哈 一定要加黄瓜絲 黄瓜絲是非常非常脆 接着我们加点蒜蓉 来个两勺的生抽 盛醋来个半勺 芝麻油我们来个半勺 芝麻酱呢 这个稀释过的芝麻酱 我们来一勺 接着盐来一小勺 辣椒油来两勺 你喜欢吃鸡精味精的朋友 可以加点鸡精味精哈 辣椒如果你想吃的辣的话 可以多加一点辣椒油 这个凉面呢 要讲究清爽 最后我们撒点这个葱花 把这个花生碎哈来一点 第三道呢 给大家做个红糖凉虾 首先我们要熬个红糖 非常简单 只要红糖加这个水一熬就好了 首先这个红糖和水的比例 你不用刻意去记它 就是水一定要把红糖淹没住就好了 好 这个糖浆呢 熬到这个稠度就可以了 你别看着它轻哈 待会放凉之后非常的稠 现在将它过滤一下 这个糖浆冷却之后呢 我们放到冰箱里面 接下来我们在玻璃碗中 放入50克的豌豆淀粉 30克的这个大米粉 大米粉就是粘米粉的意思哈 一斤半的水 我们拿出一部分水来给它搅拌均匀 大概是三分之一的样子哈 我们给它稀释掉 用手给它搅拌均匀 不要让这个淀粉有可粒啊 全部的没有可粒之后 我们下锅才行 类似于这种水淀粉一样 接下来我们把剩余的水 倒入这个不锈钢锅中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锅中水 起这个鱼眼泡之后呢 我们接着把左边的这个芡粉 一定将它搅散 因为它会沉淀的 这时候把锅开成小火啊 像扯芡一样慢慢慢慢的 直到给它倒进去 其实类似的做法 有点像做凉粉一样哈 它越来越炒 好这个烧开之后呢 我们快速将它搅拌均匀哈 锅里再慢慢泡了哈 基本上是这种透明状态就好了 这时候呢 我们提前准备一盆这个凉白开 加点冰水 直接倒入这个造粒中哈 不要用太大的劲 慢慢去刮它 弄出来一定像这种哈 它是有尾巴的 有点像这种小虾米 刚刚出生的时候 它身上是透亮的哈 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水控干 放到碗里 接下来就浇入这个红糖水 这边呢 一边这就是6块 我们加点水果呢 它就会变成8块到10块 这我们在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啊 背一个帆布书包 这边上就吃这个凉粉凉糕 凉虾的时候 两毛钱就可以吃了 现在的话你就吃这个多少 8块钱一碗 最后一个呢 给大家做个凉皮 你在家就可以操作 好我这里是500克的中筋粉 我们加入3克的盐 250克的清水哈 给它一起和匀 和成这种面絮状 接着给它揉成面团 好这个面呢一定要走到这种光滑的状态啊 首先它也不沾你的手 也不沾这个盆 面表皮它也是光滑的 现在我们封上保鲜膜 给它洗个半个小时 然后接着那个半个小时到了 我们开始洗这个面筋 这时候呢直接在盆中放入清水 去刷它去洗它 慢慢的把这个面粉水给它洗出来 只留下筋 洗要洗几次哈 好我们现在先洗第一次 感觉这个非常浓稠之后 我们再换一次水哈 这个面筋和这个水呢 我们都要要哈 所以说要分开抓 非常简单 也不要什么技术含量 只是说你不但去洗它 最后它就残留下 只剩下面筋啊 好这个面筋要洗到什么程度呢 洗到这个面 经压开之后呢 它没有这个白色的粉末啊 洗出来水它是清亮的啊 就好了 好洗好的面筋呢 我们稍微加个一克的小苏打 揉它哈 现在的话 待会会更泡一些 尤其我们蒸的时候 洗出了面粉水呢 现在我们给它封上保鲜膜 冷藏冰箱 让它沉淀4个小时啊 待会我们用了做凉皮 水开以后呢 把这面筋放到蒸锅中 我们蒸个12分钟 好时间到 我们给它打开盖子 这个面筋呢 我们给它切成块哈 切成丁啊 有这种非常多的蜂窝野 这样就是可以的 好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沉淀4个小时的面粉水啊 表面这个清水给它倒掉 沉淀过后呢 淀粉它自然就会沉底哈 好这个水呢 我们稍微留一点点 不要全部倒完了哈 过滤出来姜 一定要加它搅拌均匀 因为它比较硬哈 一定要用手机抠 这样的话我们待会做出凉皮 才比较均匀 好我们在涂盘上 给它稍微刷点油 好水开以后呢 我们把盘子稍微先热一下 直接上姜了哈 左右晃一下 不要有地方厚有地方薄 让它晃一下晃晃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给它烫一下 放到里面 一分钟 好我们改刀给它切一下 切成这样的片就好了 直接拿来拌 接下来我们熬煮个大量水 配方的话打到屏幕上 好这个烧开以后呢 我们熬煮个三分钟哈 把这个大料的味道给它熬煮出来 把大料水过滤出来 接下来倒两个蒜 倒碎的话我们加点香油 好我们先放入这个面筋 黄瓜丝 来一点 一小勺的盐 生抽来个两勺 好陈醋来个小半勺 还有这个蒜水 蒜水一定要加哈 再给个半勺的香油 接下来再放入这个腊子油 放入两勺的辣椒油 好接着我们加入两勺的芝麻酱 最后来再加入这个大料水 大料水是必不可少的哈 现在给它搅拌均匀 好 接下来再放入这个腊子油 搅的时候我们再撒点葱花 搅的时候我们再撒点葱花 好今天四款下午小吃就做好了 就照规矩的最后一款 我给大家尝一下这个凉皮的味道哈 这个面筋 自己做好了 真的跟外面买的不一样 你外面搅一份凉皮 吃不到这种感觉的面筋 哇 很爽 这个凉皮来吃的嘴鱼 它非常的爽滑和抠痰 其实我最喜欢吃里面的什么呢 面筋 因为它这个面筋真的是有种面 发酵的这种味道 如果在炎热的夏天 你能像我一样做四款这样的小吃 给你的家人朋友或者说你的对象 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太酷了 我是二伟 请关注我你刁的妈偶像